关于印度反导这方面力,其拥有的实力于前段时间,其组织发射的超音速反导导弹,因其完美的拦截,并击落了这个较远程的高空模拟的导弹。 从这个发射任务的结果看来,似乎也印证了印度这方面的实力,其发射的这个低空防空导弹,据悉,是可以命中约20公里上下浮动的半径区域内存在的目标,其也是运作了框架式发射架,以此进行运作发射。 在这个实验过程中,多套的红外等等跟踪系统,都对其进行了高精确度的跟踪。 对于印度来说,这个结果,不可谓不是一个喜讯,虽然这个实验进行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,但是在国际各界人士眼里,却是一个笑话般,惹人发笑。 这般高调沾沾自喜,远也吸引了不少人士对此的关注,马上,也从中发现了其的很多不足,其拦截弹和把弹发射距离于各界人士的眼里,只需对此做出一些微末的修整,就可以轻松对其进行拦截了。 在实战过程中,却也并不适用,虽然印度那边还为此,特意强调其导弹是超音速的,但是在其公布的数据中同样显示,该飞行最大的速度为4.5马赫。 虽然说,在这个范畴,其确实属于超音速级别。 关于反导从拦截弹来说,在速度这方面,也同样是非常重要。 如果速度提升了,那么久可以无意外地拦截,正在高速飞行的导弹,在比较之前印度那边提供的数据来看,这个速度,并不是很理想的状态。 这个研制成果如要想去拦截,或者说是攻击巴基斯坦的导弹,还为时上。